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石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客家人云局的地方 因此有许多客家土楼有一天在封家土楼发生了一起杀人命案 乃是段路的妻子封氏被杀 封氏已经出嫁 却在娘家出事了 当然要马上通知夫家 段路赶到了封家土楼 看在妻子封氏倒在血泊之中 身上衣衫整齐 不似遭受强暴 是何人与封氏有这等深仇大恨 竟然这样凶狠杀人呢 段路在痛哭之余 向岳父家族众打听封氏如何被人杀死 封氏族长说 族人一早就到天间干活去了 直到武间回土楼吃饭 才发现门前有血迹 顺着血迹来到了封氏的家门 剑齐已经死了 没有敢耽误片刻 就立即通知了段路 至于是何人所杀 族人们都不知道 但是昨天上午 有封氏的旧相好 寄人来与其相会 直到傍晚才离开 而封氏一直送出到土楼蒙曼 另替族人讲 既人回家之后 就与其妻子护士吵架起来 因为他知道 丈夫与以前相好 重需救援 就要与丈夫拨命 当天夜里既人没有在家中住 而护士则痛骂封氏 说非亲手杀了这个小妖精不可 那么是不是既是夫妇对封氏下了毒手 众人也不知道 段路 听完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诉说 就仔细查看现场 却发现一把广刀 广刀在当时是西建的物品 如不是定做 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的 因此拥有此刀 毕竟是有钱人 既然是定做 刀上就有记号 段路 发现刀上有配权二字 这打听此人是谁 丰氏族人有知道的 但说这乃是寄人的字号 听说是寄人 在联想起他与封氏时就相好 齐齐护士又声言要杀死封氏 段路 则断定是寄人夫妇杀死封氏了 便也 阴间杀命事 将寄人夫妇撑空到郑州府衙 寄人与封氏有奸情 寄人的妻子曾扬言要杀了封氏 而事发前夜寄人又夜不归宿 杀人的凶器那把广刀恰好也是寄人的 这一切让人不得不去勾连寄人夫妇和这桩命案的关系 然而公堂之上寄人的反驳却也有理有据 据寄人讲 封氏在未婚之前有许多相好 并不是我一人 广刀虽然不是我卖给他的 但他向我所求 说是能够震腰辟邪 所以我送给了他 我妻纵然妒忌 但也不至于提着刀前揽杀他 若是提着刀又岂能够无人看见 我虽然是封氏的情人 但不可能去杀封氏 妻子护士虽然凶悍 也无杀人的胆量 那天我与护士吵架之后 就到妓院去住宿 有妓院妓女及老宝婆可以为证 可以想象 情人不必杀封氏 而杀封氏者又未必是情人 卢知府在提信林幼证人 也只能够证实 既然与封氏在婚前婚后都有奸情 而妻子护士因杜骂夫 也是常有的事 但杀人之事乃是在秘密之处 证人都没有亲眼目睹 因此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 那么经过三头对岸 卢知府认为 一般送妇人的物品 多是钱摆花粉 衣服首饰 岂能够送刀剑之类的兵器 何况妻子护士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 骂过封氏 也曾经与丈夫大吵大闹 若是丈夫偏袒卖狱 很有可能激起其对外遇的愤恨 因怒杀人或许有之 既然承认与封氏在婚前就有奸情 而婚后奸情又有目共睹 可以说是奸情是真 而封氏如今又确实被人杀死 也是杀死有据 自此 继人夫妇难夺甘心 由于缺乏铁证 也不好断定继人或齐齐护士 是否杀人 所以 卢知府将他们关入监狱 等候进一步查实 过了半年 福建巡岸 龚一青来到了张州府入囚 继人的哥哥继氏弟弟继位 便呈上了壮旨 为继人民渊教区 龚巡岸则受理了诉状 公行案翻约建宗 发现封氏的情人甚多 如今被杀 也难免是情人争风吃素 或者是失忧的情人 条件为谁而杀之 如今封氏已经被杀 也很难确定是哪个情人将之杀害 而坚情之事 而坚情之事 因为是暧昧之情 也很难问出真情 如何才能够获得真情呢 又不会因此 他们的人形惶惶呢 龚巡岸 思量了半日 终于想出计谋 案发现场夜夜闹鬼 人们惊恐 难道是死去的冤魂 前来索命 杀人真凶竟然暴露刑藏 难道事件真有鬼碎存在 龚巡岸如何出奇谋 利用冤魂找出真凶 系列节目明清奇案 特要南开大学教授白话 继续为您讲述 索命冤魂 纪氏兄弟承送诉状后 在县衙外等候龚巡岸的询问 却不想等了很久 柴翼紧紧叫走了 纪人的哥哥纪氏 不多时 纪人的弟弟继位 终于见到了龚巡岸 然而等待他的 却是一个噩耗 龚巡岸在传信 纪人的弟弟继位 心情沉重地告诉他说 很不凑巧 你哥哥纪人 昨天在监狱里头病死了 因为此案未解 就把你大哥纪氏关押起来 等待进一步查核 那你二哥的尸体 如今发还给你 因为官府已经检验失身 你不能够擅自开关 如果将来官府再验 发现你开关 定难将你治罪 纪位听说哥哥已死 不由地伤心了泪 别的郭巡岸 就到监狱领取尸体关墓 然后呸麻挂校地 送回家乡安藏 家人都确信 纪人已经死了 为之好大 请来和尚坐水路倒上 使远近都知道 第二天 夜声人静的时候 段家的土楼之外 忽然传来鬼嚎之声 人们仔细测耳一听 分明就是纪人的呼号嘛 夜半时分 土楼之外 阵阵哭号 令土楼里的人毛骨索然 人们纷纷揣测 这一定是纪人的冤魂 前来索命 随后 一连三天 土楼夜夜闹鬼 到了第四天 这个冤魂竟然锁定了目标 人们都说 是鬼魂 找到杀人真凶了 第四天晚上 鬼嚎之声叫了大半夜之后 停了下来 段燃 从小窗户上外看去 但见一个无头之鬼 手里拿着一个人头 在窗前跳嚎 段燃大惊失色 颤颤巍巍地对鬼说 是我调戒风势 无奈他不从我 所以我把他杀了 如今官府认为是你是凶手 把你给杀了 你应该去找官府去索仇 为什么老缠着我不放呢 我们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再说了 我几次烧话前百 还到你坟前祭奠你 也算是向你赔了不是 请你放过我吧 此语还真灵验 无头之鬼 果然不出声 而且是悄然离去 这个装鬼之人就是寄人 乃是公寻案让其装鬼 如今得知段燃 招出杀风势之士 便火速告知公寻案 公寻案得知之后 立即差人 吉捕段燃 道案精神 为了能够得到争讯 公寻案 一直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才开场审礼 段燃 跪在地上 偷眼观看 暂见大唐 仅有两三处灯火 显得非常灰暗 八名牙翼站在堂上 在摇曳的灯光下 人影晃动 犹如小鬼一般 公寻案高作歌 背后灯光 衬出他的身影 脸色严肃 犹如阎罗王一般 段燃 此时心惊胆战 却听到 犹如闷雷的声音说 段燃 你杀了风势 昨天有冤魂前来告状 如今赶快从事招来 免得冤鬼向你所仇 段燃 虽然害怕 但是事关人命 如何肯招 就在此时 从大唐两侧走出 没有头颅的一男一女二鬼 各自手持一个头颅 来到公案前跪下 大唐宁静灰暗 没有半点声声 而今二鬼嚎叫 煞是现人 段燃 已经是心胆剧烈 却见 登顶深处 一个女鬼 石头向他直披过来 吓得段燃 普普爬到公案之前 高声喊道 愿意从事招来 公寻案 巧涉奇谋 酷似阴曹地府般的场面 彻底击毁了凶手的心理防线 而令人诧异的是 凶手段燃 竟然是死者风势的丈夫 段路的亲叔叔 叔叔 怎么会杀害自己的侄媳妇呢 系列节目 明清起案 特邀南开大学教授百花 继续为您讲述 索密冤魂 明清历史五百余年 奇案平线 离奇的案发现场 出奇的破案手段 令人称奇的判决结果 是历史的记载充满了神奇 还是案件真相过于传奇 让人难以忘记 神段底下有智慧 真相背后藏玄机 明清起案 法律奖行 文史版 敬请关注 原来 风势在十五岁的时候 便被人家疏拢了 也就是说 开尺 接客 半宿 那么清代学者 袁梅 在随缘 诗画 补仪中夹 疏拢 未吃 开谱 幼女书龙 以得美少年为贵 不计财败 也就是说 那时候的妓院 年幼的妓女 头一次接客 都以英俊少年开包为高贵 不在乎金钱 妓人 就是书龙客 风势 一直为暗长 也想趁着青春 多赚些钱财 以供养寡母 原本不想嫁人 女大不能留 总不能够当暗昌一辈子吧 所以 在十八岁那年 在风家族长主持下 将风势 嫁给了楚姓男子 风势不愿意过 受约束的生活 时常回到娘家 与旧日兼父 公然兼宋 楚姓男子得知 就将风势 卖给了段路为妻 风势嫁着段家之后 依然是恶习不改 只要是肯给钱 他都是开门言客 还是做他的暗昌生意 俗话说 年轻的女子爱财貌 风势即便是当暗昌 也不是逢客便接 与他来往的 都是年轻厚生 看到风势所为 其亲书工断然 也为之心动 总想到借机来嫖 却不想风势嫌妻 年近半百 又生得面貌丑陋 所以 惧不肯曾 段燃 当然是怀恨在心 那么第二天早晨 风势 一门而立 四下张望 看看有何相好 前来找他 却没有想到 遇到了亲书工 段燃 前往集市买猪娃 风势 本来就厌恶段燃 那么见其嬉皮笑脸 脑恨异常 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转身进屋 却不想 段燃随之而入 说 难得这样好的机会 今日你必须以我相好 才不辜负亲书工 对你的疼爱 从事见状便说 亏你还是亲书工 居然敢说出这样的话 也不怕烂了辈分 这是在我娘家 岂能够干死 见不得人的事 今天绝对不能够从你 就要痴心妄想 大人说 在你娘家又如何 你当姑娘的时候 就不知道 有了多少情人了 如今又不多 我一个 你今天是从 也得从 不从也得从 说吧 用手按住 插在床头上的广刀 说 你若是不从 我便把你杀了 让我出口恶气 见到此状 风势勃然变色的喊道 那么清天白日的 谁能够有此大胆 说吧 便要冲出房门 让人见其真的不敢 一时怒上心来 灰刀砍去 这把广刀果然锋利 只一刀就将风势的脖梗 砍断 见风势阴生倒地 血流不止 断然将广刀置于地上 然后逃离现场 那时候的农家 多是一早下地 也没有人看到 断然进入土楼 等将近下午 才有人发现风势死去 案件水落石出 人们赞叹 如果不是公寻案 出其谋 这个案子将很难破获 不过人们不禁好奇 既然在客家土楼装鬼 如何确定凶手 就是断然的呢 因为那个时候 张州府的人们 独信鬼神 烧香太佛 请神送神 未然成风 公寻案 深知 在这种习俗之下 人们定然是畏惧鬼神 所以 假托寄人已死 而实际上放他出去 到出世的土楼 学鬼嚎之声 无作亏心事 何怕鬼叫门 断然因为杀人心虚 听到鬼嚎之声 唯恐寄人向他锁命 所以到寄人的甲坟墨去 烧纸前 已经是暴露身份 此后 又在土楼前烧纸前 到寄人的甲坟墨前去祭殿 就可以将其锁定为嫌疑人 既然装鬼来到断人的窗前 炸出了石化 公寻案 得知 其就是杀人犯 即便是未计鬼神 来到官府 断然肯定不会讲出实情 所以 公寻案 设计 阎老王问审的场景 再让寄人 与一个寄女 装成男女鬼 终于 挫败了 断然的心理防线 最终 交代杀人的经过 案情大白 公寻案 便可以逆罪了 按照 大明律 刑律 犯监 亲属先监条规定 若监 从祖母 祖母姑 从伯叔母姑 从父姐妹 母之姐妹 及兄弟妻 兄弟子妻者 各脚 强者斩 断然 银己有肥股之心 是犬至不弱 属于 十恶中的内乱 所以 以 奸 福钦 罪切不赦 更何况 其 守广刀 而杀命 乃是 应损之残 因此 将其 逆为 斩刑 封氏 虽然是 不洁之父 但其 聚奸 丧命 算是 功过相礼 不赔 也不经表 继人 夫妇 当然是 无作 开事了 过了几天 继人 与大哥 继世 一起回家 家人 斩顾 惊恶 只见 弟弟继位 说 二哥 不是 已经死了 如今 回家 是人 还是鬼呢 坟墓 所埋 之师 是谁呢 继人 乃将 功询案 令其 装鬼 转出 杀人 忠心的 事情 唯唯 讲出 告诉弟弟 所领 师官 乃是 专实 并无 尸体 何家人 听后 高呼 神明 各涉 相爱 将功询案 的排位 供奉 但愿 功询案 能够 入位 高登 是 功喉 万代 这正是 毒性 鬼神 情难测 诚惶 诚恐 献心虚 在当时 人们迷信 鬼神的情况下 以装神 弄鬼的方法 来突破 人的心理防线 自然 能够 收到 良考的教导 今天的法律讲堂 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 在中国 大禹治水的故事 家喻不孝 而大禹治睡 却显为人知 那么大禹治水 又和治睡 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说 大禹治水的过程 又是治睡的过程呢 明天同一时间 河南省商丘市 国家税务局局长 刘一峰 为您解读 睡是春秋 第一季 大禹治睡